两款很便宜 但是能够稳定用到毕业的学生党手机 在小阳这里 我从做数码博主到做这种二手手机 体验过的手机的话也不下百台了 今天就给你们选出那么两台吧 一台男生一台女生 那些又想省钱的学生 看完这期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 首先就是说男生吧 看这台给大家压箱底的一款 红米K50电竞版 为什么说是它呢 因为它不管是性能还是外观 目前来说都是为游戏而生的一款手机 外观方面极具电竞风的一个设计 两侧边框都搭配了实体的游戏尖件 那么游戏性能直接安排上了骁龙8进一 虽然放到现在算不上是最强气的机器 但是搭配上了LPCDR5的内存和USF 3.1的闪存优化 性能真的是掉到了很多中低端体验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为了玩家能够更好的游戏体验 K50电竞版还加入了大面积的Win C金热版 确保手机能够在运行原神吃鸡 这类高画质高增率游戏的时候 有稳真不发烫 基本上这个手机就完全的自带了物理外挂的一款神器 目前在小玩家12加256G的 然后带原盒的我们是2198给大家安排 对比同行还在出什么2425的这个价格 咱家这个价格还不错吧 男生的话就推荐这一款 女生的话你喜欢这款手机吗 我不行吗 对啊女生的话就不推荐这个红米了 给女生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TriZ Max 女生选手机我可太了解了哈 喜欢刷剧喜欢拍视频 然后喜欢颜值要怼脸的那种 首先它是一个后置双摄 还带着一个长胶 然后它拍出来照片非常的纯净好看 原相机直出妈生皮的那种效果 有跟我用TriZ Max的姐妹 我想你们一定很清楚吧 而且它这块6.5英寸的OMOLED屏幕 显示效果放到现在绝对是数一数二 够大够亮够丰富 看啥都能够沉浸在其中 现在很多同行TriZ Max他们还在出2400 2600 但是在小玩家呢 做一个64G的仅需二级 还是256G的一个大内存版本 基本上什么视频照片啥的 随便下载随便拍 而且现在拿下还享受180天一个质报 对于学生党来说的话真的是相当爆了